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進電視圈了 杜老師竟然會運氣廢到臨期 我坐什麼就倒什麼 我去跟去 好不容易去跟個五萬塊的會 我是什麼咖 我就跟個五萬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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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剩下最後兩咖 就是我們那時候我也會 我那個會頭跑掉 那好不容易我們存了一點錢 買一台小車子 不到一個月就被偷走了 這把話 老師說 說什麼 實在說是有一些人 他在婚前的時候 可能運勢頻頻 甚至已經有點窮途末路 想不到 娶了一個老婆之後 整個人就 當然這是成功的例子 也有些人 婚前明明過得還不錯 娶了一個老婆之後 就直接 一路下黃 不好 下到中落 好的呢我們說叫旺夫 不好的就叫做客夫 你好的時候真的有記住我們的好嗎 我不是 什麼時候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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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也有道歉 你說的也有道歉 我說你們男人在好的時候 真的有記得 是太太給你帶來的好嗎 最慘就是常常沒有這樣 對 經常會忘記 都馬說是你們自己的努力 眼光也好 對不對 有前瞻性 敢衝敢賭敢拚對不對 對啊 對啊 然後一不好就說 傳了 客夫 對 這是比較不好的個性 是不是 對 到底這件事情 2015年 當你知道你老婆 沒有辦法忘你的時候 你就忘了她吧 怎麼解決 也不用吧 還是可以改的 改的方法 我們來 先讓你們 老師說一下 謝謝 謝謝 老師說 有個活神仙說 是 你整形成沈玉琳 就可以成為歌壇巨星 你要去整形嗎 我不要 我寧願退出 請問老婆身上哪個部位 至今仍讓你很有慾望 好 老師說 部位喔 部位喔 不是器官喔 想太久 沒有部位 喂 他給我的錢 喂 什麼意思 打分所問 他的腿 他的腿真的很迷人 他補一下幹嘛 好 請問現場在座的 Ben洪杜拉斯跟你 誰猜是怕老婆俱樂部會長 洪杜拉斯捨我其誰啊 一定是洪杜拉斯 而且聽說了 現在Ben也可以跟他搶 兩個都怕老婆 可以 請回座 哇塞 你今天打老婆 所以我們想把他 都很厲害 其實怎麼變老婆 我會 原先如果重來 你會選擇B.A.D B.A.D 得金舉獎 還是和小可演同一部戲 演戲喔 想那麼久 跟 跟老婆演同一部戲 虛偉 看虛偉 演一部戲叫做B.A.D. 最常對老婆說的 善意謊言是什麼 善意 善意的謊言 想太久了 老婆 你煮東西真的 每一樣都很好吃 這也不是每一樣嘛對不對 我們老實講真的不是每一樣 第三題 有仙姑說啊 你們家的白花油跟納豆 將來如果結婚啊 可以家財萬貫 你們會願意嗎 你嫁到中落 其實如果真的嫁給納豆的話 我是 我是願意的 因為我相信 納豆應該不會領導入花船 該玩的都玩過了對不對 但是她媽媽應該不會答應啊 對啊 媽媽已經寧可嫁到中落 媽媽很生氣了 女兒叫給她 OK好 我們拉斯 您可以 來 演藝圈 跟納豆 阿KEN跟陳漢典 誰最不好笑 納豆 還是我的師父 你覺得哪位悶鍋的藝人 準備模仿最不用心 納豆 你為什麼都講我 好 老婆說 只要一年不跟你同床行房 就能夠忘你十年 你願意嗎 不願意 現在還這麼幸福 一年太久了 一年太久了 四周平均也差不多一年四次 一年四次 了解 那是中平啦 更加推嘛 你現在真的要老實說 真的 一年 你的手指頭夠不夠算 四處 腳指頭還有得算 沒有啦 我們其實還不錯 各方面 我們現在call out給紅嫂 哈哈哈哈 他不會講的 他會不好意思啦 對 那這有什麼丟臉呢 就說實話啊 我沒有丟臉啊 哈哈 我沒有啊 我每個禮拜都 都有 想 對 他都有雞乾麵 先問一下 都有吃牛肉麵 請問是否覺得自己有幫夫運 旺夫運 覺得有的人請舉牌 對 女生這邊 覺得有的舉缺沒有的舉差 好不猶豫 唉唷 哪來的自信啊 對 一點都不猶豫啊 不老實 當然囉 這一點都不猶豫 證明有什麼 因為呢 他還沒跟我在一起之前 真的 因為呢 他找不到工作 你知道 他應徵各大電台都沒有人要他 然後最後呢 他就透過朋友 透過關係 然後到高雄去 他都願意耶 他覺得說 那如果他可以在高雄工作 他就住在高雄 結果他去到那邊 被那個面試的考官說 你以為靠著關係 你就會有工作嗎 就直接把他踢出來了耶 你看他多慘 然後唱民歌的時候 唱一家倒一家 唱民歌有唱民歌喔 有唱民歌 有啦 有啦 他有唱民歌 他就是同時期的耶 真的嗎 對 你怎麼不拉他一把啦 那個時候 因為這種膽太靠近 太靠近怕就是說 我的工作也被帶上 職場不好 真的啊 他唱一家倒一家耶 可是你知道嗎 後來跟我在一起之後 你知道三個月開始 他就進電視圈了 本來還是個默默無聞的DJ 之前他是那時候在 飛碟的時候是早餐 就是大概是五六點的那一代 是沒有 不太有人認識 如果不聽廣播的話 是沒有人認識他的 然後接一些零散的活動 然後跟我在一起之後 就開始進電視圈 然後開始主持週末版的完全一樂 是不是旺夫 聽說他本來還有一些債務對不對 我跟妳講本來還有一些債務 因為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他被倒債 就是被騙了一千萬左右 所以當時你嫁給他 萬全是看在他的肉體嗎 沒有 也沒有我也不知道耶 然後後來我陪著他 然後一路大概在五年左右 就還清這些債務了 那這個人真的忘記了 而且你知道嗎 我還沒跟他交往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認識他 大家都叫他尤鴻鳴耶 真的 身高也差太多了 真的 你們也想到尤鴻鳴的感受嗎 我真的不騙你 我自從出道之後 我就一直在電視上說他的不是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認識他 才知道有侯昌鳴這個人 哇 所以我是不是旺夫 是 那我就不好意思 說什麼了 因為當年 昌明在飛碟電台 是五六點的那種 冷門時段 對 然後來我的時段做好康先生 對 只是一個單元而已 對 那後來呢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就坐我旁邊了 我想我應該是沒有進到任何提拔的 喔有有有有 不是 美人姐 哇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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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明呢 現在現場有昌明哥的貴人 就第一次主持電視節目 是2100投家 那個什麼 少年來開獎 對 對 那剛好是我主持的 沒有 美人姐 我跟你說 我想我一點功勞都 有有有 應該是沒有 都是雅蘭的功勞 好 昌明有跟我說 他是靠女人吃飯 真的 真的 他從一開始 我告訴你 他真的是娶了雅蘭 整個氣勢有不一樣 謝謝美人姐 真的是 我跟你講你真的忘他 因為覺得他之後才買了房子 對 而且 跟我交往的時候 第一次跟我們介紹雅蘭的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 我真的是 我私心講 我私心想勸他 你知道嗎 你請我們吃飯 而且介紹女朋友 你是不是應該要買一桌的菜 當然 沒有 就他一個人忙進忙出 他弄了一桌的菜 對 而且大概在半個小時內吧 我弄十幾個人吃的菜 對 然後吃完他一個人的時候 也沒有請那個 通常我們請客 會請人家來幫忙的 有沒有 終點來幫忙的 都沒有 他也是終點阿姨 就是我一個人 哇 昌明好幸福喔 我也不知道我看到他什麼 而且我告訴你 雅蘭那時候非常感人的是 因為 昌明當時的爸爸還生病 對 失智 對啊 他也都沒有覺得說這是負擔 對 也陪著他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太瞭解我了 昌明真的要對不起你喔 真的喔 我一定幫你介紹男朋友 這是什麼 這感覺是鼓勵喔 這感覺是鼓勵喔 雖然我自己還沒找到 姐姐走在前面 但是剛剛忘父的時候 沒有啦真的啦 雅蘭真的 她非常旺 對 而且那種 滑頭虛臉 你看她的面相就非常的開 真的 笑臉迎人 而且她就是很 很 很 就是笑臉笑臉 對 不會說叫一個歪臉 對 然後 其實我剛剛這樣痠呢 有些女人就受不了了 她還會跳起來 她知道什麼意思喔 對啊 對啊 有些人痠了半天之後 那個美女姐講這什麼意思 然後她也反映對我反應耶 對啊 我剛剛這樣痠呢 其實我怎麼樣 我剛剛是故意跟她 人情用討的就難聽了 我是鬧她一下這樣子 因為昌明真的很努力 那有時候是機會嘛 對 機會就是 你接得住接不住嘛 對 對不對 那小可呢 我沒有忘父 她都是跳貴人 她一路走來都是貴人 我只是剛講 你幹嘛這樣 你幹嘛這樣 她都有嚇齊 你就說你輸了 你幹嘛這樣 你們嚇到有沒有 你幹嘛這樣 你這樣我壓力很大耶 那你還舉臭面的 你幹嘛被我嚇到 對啊 幹嘛那麼害怕 很怕很怕 電視機裡面 好啦 都沒有幫過她 以前都是唱歌 都是算白費就對了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不太肯定 但我覺得 Ben是因為 我們在就是認識之前 跟結婚之前的這一段路 都不被大家看好 一開始 而且 因為她之前太多負面的東西了 對 所以她一路以來都不被 大家就是 覺得她是一個用情的男生 然後會對感情專注 然後甚至到最後 她是花心的新聞啊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在她的 在她的新聞上面都是負面 一直都是 她人在線上 你就是偶爾有啦 應該是感情 感情到最後收尾的 處理的不是那麼的漂亮 那所以包裝雜誌 如果一登出來的話 可能就是大家看到 那有一陣子是 我連走在路上 女生看到我那個眼神 是直接 對 是被唾棄到這種程度 我去買杯咖啡 我都要盯著那個店員 看她有沒有偷吐 偷吐口水在咖啡裡面 很辛苦啦 就很累啊 那後來你 她追你的時候 你 沒有 我 後來我們 你有沒有先給她 吐口水 沒有沒有 應該是說我對於 我對於就是八卦這些東西 我比較不是那麼的敏感 跟想要去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 她那時候是單身嘛 那我也不想要知道 這個男生的過去 對 我不想要知道這個男生過去 但是在這圈子 你一定會聽到一些耳聞 就是這個男生有什麼樣 可是我覺得那是過去的事情 那是交朋友 那就給一個機會 結果發現她其實有她 不為人知的一面 那我相信她那時候 不多講什麼跟不願意做回應 有她的原因在 所以我選擇相信這個人 然後後來就發現我選對了 那我覺得 因為可能整個人 兩個人談戀愛 是氛圍是舒服的 對的感覺 對的人 你幾年次 我71 你幾年次 68 好 你們參考一下 好 沒有兩位老師 三歲 三歲 怎麼了 我幫你哼一下 等一下 我幫你摔一下 我們重金請的兩位老師 住在那裡 聽你們講故事怎麼會對 大家給她一點蛛絲馬跡 資訊他們專業很專業 然後就是因為 我覺得她以前可能也是覺得 大家都在寫她不好的新聞 都在看不起她 都在看她不順眼 所以她整個人的磁場 跟整個人的心態 也會覺得很低迷 所以她其實 應該講說沒有緣 就是沒有什麼人緣 對 然後開始談戀愛之後 她就比較願意釋出她的善意 然後 跟人家講話 跟看人家的眼神 也比較柔和一些些 我覺得 有有差很多 對 那後來可能也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改變整個運吧 我覺得 因為小可很可愛 所以大家就看在小可的面子上面 就不討厭她 是嗎 不是 我覺得人跟人不是純粹看面子上面 而是因為 他們兩個談戀愛之後 Ban整個人的轉面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真的 變很多 就是那個一種 變了一個人 其實 我覺得是Ban的時候 你就跟小可在一起了 對不對 應該是 算了 比較後期才會覺得 是到戲殺星之後 兩個合拍的戲殺星之後 在宣傳期的時候 那陣子才走得比較近 後來才在一起 所以我不知道你過去 我真的 你要去Google 就是說 因為大家以前對Ban的新聞 我都覺得好像她就很交一些女朋友 或什麼這種 而且外表看起來就覺得好像是夜店咖 夜店那種 泡夜店那種 其實我真的是還蠻窄 他很窄 而且他不喝酒 所以至少認識你之後 他整個人 吻下 對 我覺得是男生吻 而且他真的超愛老婆 超愛小孩 對 他真的很愛小孩 超忘不出的 你幾年次的 61 你幾年次的 56 OK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老公 那時候我們剛結婚 他家裡的很多事情 那也知道這一路 剛結婚那六七年 都是娘家在幫忙 在支持 對 所以我有沒有忘膚 基本上我覺得 他如果沒有娶到我的話 他現在應該只是躲在地球的 一個小角落 中這顆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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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自的哭泣 被報紙蓋著 真的嗎 就是 你就是在 梨山種水果 是不是他更喜歡他的生活 然後你就會遇到一個 梨山姑娘 然後唱著 梨山吃情花 這樣哪打呢 這樣哪打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老公那時候 也 付債好幾千萬 比倉明哥一千萬還要多 對 對 那我們結婚的 我們結婚的時候 他剛負債喔 然後五年內 我們還清了所有債務 還買了房子 了解 對 那妮可你剛剛舉圈喔 你確定你可以舉圈喔 我確定 忘膚喔 真的 你舉圈 你幾年是 我七六的啊 阿KIM呢 七七 七七 他舉圈 我們就不問他了 不要問一下 因為你是他的夫嘛 你覺得他舉圈 有這個資格嗎 他有忘到嗎 有啦他有忘到 因為其實我一直以來都還蠻衰的 譬如說我買彩卷啊什麼 從來都沒有中過 我們都是好不好 這個分辨到你 有中過的 不會中在這裡的 對不對 中在這裡的 發生了沒有中過 你還要睡了吧 我等一下看電視就好了嘛 要買彩卷會中獎 才叫忘膚 全天下有幾個女人可以取 對啊 接忘婚之後 我有中一次 就結婚了 那個時候我就有去買 結果我就中了十幾萬 第一次中 結婚這件事情本身是衰事還是好事嗎 結婚之後是好事啦 只是就是前面就是以前真的很衰 譬如說我騎車常常會出車禍 像有一次我是在路邊 就是以騎車的問題啊 對啊 不是 不是 我看到人家出車禍 我下去幫忙 然後我還留電話給他 我說我等一下會上課 那如果你有需要 你可以打給我 我可以幫你做證人什麼的 結果過不多有他就要告我 然後因為他找不到人 他說是我中到他的 然後還有他有幫我買那個 什麼第三責任險 所以然後後來我還繼續調監視器 才知道說不是我的問題 對啊 然後他教我 就告訴我怎麼去做這樣子 唉唷 他有很明確的忘膚的事蹟嗎 幫你處理一下 這個保險業務員也可以幫你處理 他本來要被告 而且他可能會幫你做得更好 他本來要被告 然後因為還好我幫他買第三責任險 然後又不用賠錢 因為他本來要賠那個人錢 然後交給保險公司去賠他錢 然後我們就沒事 這是有嘗試的 沒有 結婚以前我如果出車後都找不到人 然後結婚以後有一次我後來一邊打掉 被人家打壞 然後就找得到人這樣子 我有幫他裝行車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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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裝行車紀錄器 這次也是正常人都會的嗎 還保了第三責任險 嚴格講起來好像找不到 所以你今天來上這一集 就是硬湊出他有忘膚的人 沒有 他真的有啦 真的有啦 就是講出來你們覺得看 算不算忘膚這樣子 哇 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大家覺得自己很幸福 我問一下兩位專家 在你們的學問裡面 忘膚的定義是什麼 湯先生先講 其實忘膚我覺得 你可以包容你的另外一半 尤其是老公 然後在很多時候公開場合 你可以退縮 你不一定要想出頭 所以他覺得忘膚是包容 對不對 OK 你知道為什麼讓你先講嗎 因為你隔壁那個講完 你就沒得講了 這麼講 我們有請徐老師 客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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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學問裡面 旺夫怎麼解釋 其實以王中平來講 年輕我不管他好不好 他一步了三十一歲以後 人一定要往前走 往上爬 他向旺這麼好 不是 你聽我講 不管他起誰 這是他的命 你懂嗎 所以他不可以 不可以 等一下 correspondent 浩雷姐姐 都取 into 四十一 我一直在把你選到 分別 我也叫他克制 你們去跟他 直接來忘了 不要再忘了 請快去 請快去 再說一次 好險他取你 還有 還好 還好 地球的某個角落 地球某個角落 買半個地球都是他的 所以老師說 他取任何人都是 妳身上那把劍拔甲 對 我說他娶任何人 他該好運 他一定會好運 那只是說他如果娶錯人 可能錢又花光 你懂意思嗎 對 後面這一個 你可以忘他 你不會幫他亂花錢的 你不會幫他守錢 他就忘得更快 真的 換下我也 謝謝 所以王舟 也就是你當時嫁他的時候 他幾歲 他29 所以他真的兩年最慘對不對 用面向傑來講 他要31歲以後才會開始好 所以這兩年是因為他娶了我 我陪他度過了他的第一潮期 對 到後面就高潮 高潮跌期 高潮不斷 威香妮你看他 雖然他年紀大了一點 現在 不只大了一點 我說他反而真的 開始真的好運 是在他41歲以後 真的 真的耶 他鼻子長得這麼好嗎 這個 鼻子很大 不是不是 鼻子要有力 要直 要長挺 不是說 鼻子大有的人 比那個 直 長 挺 哇 老師他都有 我們是聽過 不相信 謝 長 挺 什麼時候出現一個 直 長 挺 所以這看鼻子是看鼻子 所以旺夫是怎麼講 以個性那個長相來講 美人是一個旺夫 所以用美人的相貌來看 他賺的錢絕對會超過他的先生 可是就要看先生有沒有珍惜 人的肚子 人的肚子 對不對 真的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你是說看有沒有珍惜人還是珍惜錢 對 等一下 你怎麼也不珍惜錢 好 所以 但是這個 湯老師你這邊要幫我看一下 其實還是有些面向可以大概分析說 這個女生旺不旺夫 對 其實整理了三個比較容易旺夫的面向 尤其是看女生 那其實剛剛徐老師有講美人姐 其實這點我真的非常認同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旺夫的面向 臉型一定要有一點方中帶圓 真的 方中帶圓 對 根本就是她的臉型 對 跟模一樣 因為其實方中帶圓像彩華姐 還有像我們林青霞也是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臉一定要圓潤一點 因為不代表說這樣的女生 如果她要照顧人 如果她有能力的話 她不僅照顧她老公 她整個家人都可以包容都可以照顧 因為臉有肉的人比較有包容力 但是如果說但相對的能力也會比較好 能力好的話也會比較勞碌一點 所以這種臉型方中帶圓最具望富的面向 我雙邊的臉型真的是 你看喔 我身體已經很瘦了對不對 對 妳臉型 我的臉還是這麼圓 旁邊臉頰的部分還是圓潤的 美姐妳好瘦喔 對 可是那個臉還是圓的 其實這個是很好的 臉千萬不可以瘦 瘦的話福氣就會消掉 所以就很可惜 說不定不能去打肉毒什麼 把臉都打中起來 當然如果現在你可以靠一些像運動 或是說做一些醫美 還是可以做一些補強 因為像游心生 所以我們要去抽籽不用了 其實不用 對不用不用 這個是很好的像 像林青霞也是 她有肉 她的臉有肉肉的 對 越增長的時候呢 臉一定要圓 而且不可以消瘦 所以呢 兩頰凹陷是更不好的 然後例如說我們剛剛講 我還想去把它抽掉 唉唷 不行 太可惜了 還有呢我們舉個例子 像林依晨 喔 也是有肉 對 跟她合作過的男明星呢 一定都是紅的 真的 而且她本身呢 她不僅是臉圓 而且她還是有鵝蛋臉 因為她的臉呢 比較長一點 所以鵝蛋臉呢 本身也可以遇到好的對象 我喜歡那樣有肉 我不喜歡這樣有肉 因為這種是圓圓的話 都是一個福氣的象徵 對 只是說如果說長一點的話呢 會比較富貴 比較好密一點 那比較圓 比較沒那麼長的話呢 代表說她自己能力好 要比較做一點 做一點 比較辛苦一點喔 沒問題 差不多多一點人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臉型呢 要方中帶圓喔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款呢 能夠旺夫的面向呢 就是 鼻頭要圓潤 因為呢 女生的鼻子呢 代表夫心的意思喔 其實在場的女生呢 都有符合這個圓潤的條件 我鼻子好圓喔 對 鼻頭也滿多肉的 對啊 很像蒜頭耶 我自己都好 而且鼻頭圓潤的人呢 他比較呢 可以去包容 我們剛講包容性很強 而且鼻頭呢 代表夫心嘛 如果太尖的話呢 他比較現實 比較圓的人呢 他比較呢 感性一點 好 所以面向呢 第二個鼻頭要圓潤 那第三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呢 如果你自己下巴呢 也是一樣 飽滿圓潤喔 所以美人姐今天是 睡覺點半 下巴一定要圓潤 這個人都在衣媚會大紅耶 下巴一定要圓潤 每個人這樣整著美人姐這樣 對呀 是真的很標準的 旺夫面向喔 剛剛徐老師也是大力的稱讚喔 確實是這樣 因為下巴呢 是代表老運 代表子女運的意思喔 而且我跟你講喔 真的是 年紀越大 下巴越大快 人家還以為我去 我去打什麼 打什麼什麼 你圍巾齒是什麼 你沒有 我沒有打 你完全沒有 我就是一塊肉這麼 可是他有一塊肉在那裡 側面看起來有一塊 側面看起來很大塊 你側面這一塊超軟 你裡面有放什麼東西嗎 怎麼會這麼厚 我們以為你們有種矽膠在裡面 對 他整個這邊好滿 有年紀這邊就越來越厚 可是我這樣就沒有一個尖尖的下巴 這樣命好啊 這樣命很好 對啊 像林青霞也是啊 還有蔣宋的林青霞 她也對 她的下巴 尤其年紀越增長的時候 你就要發現這個下巴真的很重要 因為這個代表你可以守財 然後你的子孫會閒笑 所以下巴代表老孕 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這三個特點 都是具有望夫的面向 所以老了下巴掉下來是好的 對 但是不可以這樣 不能鬆垮垮的 不能鬆垮垮的 一定要那種有結實的 緊實的 對 超結實的 很結實 其實你常笑就可以改變了 因為笑可以把這個面的 那個肌肉把它拉起來 真的 OK 那有客夫的面 不是就是說比較 原分比較薄一點的 對 原分薄的話呢 我們講 如果說你有這樣的面向的話 應該是要看第一款 就是額頭過高 額頭過高 因為額頭要怎麼看呢 用自己的手指頭去量 例如你的手指頭 女生的話就是剛好三指 如果超過四指以上到五指的話 就過高了 可是我是說要四指耶 對 四指 你要看平均 例如說你是額頭四指 可是眉毛到鼻頭的距離 如果也是四指 然後鼻頭到下巴也是四指的話 這個三庭代表均等的意思 對 那就不算過高 就不要說你的五官裡面 額頭特別高 對 你要三個來比例 如果說你的額頭過高呢 例如說像那個張曉慧 就是阿B的 三個真的就過高了 對 因為太高的話呢 他高過天了 他還好吧 他有客嗎 破產而已啊 破產而已 就破產還會長 只是守不住 對 因為太高的話呢 他有太自己的想法了 比較容易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太強了 好 那這額頭過高 那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呢 就是 雙頰凹陷 然後呢 顴骨尖慫 雙頰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雙頰凹陷的話呢 代表他本身的運氣也不好 然後也比較辛勞一點 今天現場都是臉肉太多 對 都是有肉的 圓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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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場的都有幫圓潤 圓潤 後面那一排真的 每個都有皮圓的 每個都有肉耶 每個都有肉耶 對 因為雙頰凹陷呢 本身運氣會不好 而且他守不住錢財 然後重點是 他一身也會比較勤勞一點喔 那再來就加上說 如果他的顴骨減少 像美能吉的顴骨呢 是肉包住他的顴骨 是圓東東的 對 像這樣也很好 對 因為顴骨包肉的話 圓的話呢 表示說他比較容易呢 幫另外一半打點事情 肩爽的話呢 他比較容易計較 計算 所以說如果太過於 跟另外一半計較的話呢 就形成一個沒有幫膚的面向 好 那第三個我們來看一下呢 就是 天真鼻 什麼叫天真鼻呢 天真鼻 天真鼻的話就是 鼻頭要微微上翹 有一點像豬鼻子 可是又不像豬鼻子這樣子 朝天鼻 對 朝天鼻的話呢 真的是完全是豬鼻子 那他是鼻頭微微上翹 像那個驚喜扇 像那個韓國明星 他很喜歡鼻頭這樣上翹嘛 對 那種感覺 天真鼻的話太過於天真 想法呢 不切實際 所以呢 在對他另外一半來講的話 他不容易被騙嘛 錢交給他 結果他拿去亂投資 然後錢又沒了 所以老公辛苦賺了錢 沒辦法幫他守成 所以天真鼻呢 是無法守成的一個面向 那我們來問一下 你們是否有覺得 剛剛是他們講的嘛 你們是否有覺得 婚後之後你們真的有好運降臨 因為我其實我在27歲 因為我是32歲結婚 但是我在認識我老婆的時候 我們就是交往了兩年之後 我們就結婚 隔年就生小孩 但在這段期間呢 我的運勢有多差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 還是要去做一些投資理財的東西 我就跟去 好不容易去跟個五萬塊的會喔 我是什麼咖 我就跟個五萬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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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到剩下最後兩咖 就是我們要收委會 我那個會頭排掉 那就七十幾萬耶 我那時候頭好痛喔 我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最早以前 我做幕後的時候 我去借衣服 下大雨我騎著維持牌 然後穿了三代的那個衣服 去人家選手牌借的 然後騎我就 騎從... 光從東化北路 騎到華視去 就這一段時間而已 回到攝影棚之後 三代剩兩代 有一代也不知道 掉到哪邊去 然後去演戲 比方說他演一個... 演一個那個... 清朝的人 他穿一件清朝大臣的衣服 戲演完之後 他的衣服不見了 怎麼還有人偷清朝的衣服 怎麼會偷清朝的衣服 對啊 偷清朝的衣服 他穿去幹嘛 那所有編劇說 我們... 你說現代的衣服搞就算了 怎麼會有人偷清朝的衣服 那就賠... 就開始就賠 殭屍 我們就不曉得為什麼 是不是旁邊有跟個小鬼 還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 那好不容易我們存了一點錢 買一台小車子 不到一個月就被偷走了 怎麼倒楣 對啊 那我們去做什麼事情 後來我本來想要說 那我是不是要往... 有一點那種小知名度 是不是要往演藝圈發展 然後就去找一個那個... 貴人 就說我可不可以往演藝圈發展 幫我安排一下 他說我不適合 不適合了之後呢 我們就離開了演藝圈之後 更慘 欠人家錢欠到整個要跑路 還跑去... 那個... 跑船這樣子 而且還有小孩要養 那時候還沒有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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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結完婚之後生個小孩 然後整個運勢才開始大轉變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我老婆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最早的時候 我本來要跟我老婆在交往的時候 她就一直叫我做一件事情 那時候我在貨銀行上班嘛 我一個月大概有五六萬塊的收入 我就覺得說 這樣的男孩子其實蠻腳踏實地的 可是他跟我認識了半年之後 他就叫我換工作 他說你不要再做貨銀行的啦 我說蛤 可是貨銀行我收入這麼樣的豐富 而且我在家裡面 我還有家要支出 我還想要把我們家二樓蓋起來 將來娶老婆的時候要蓋 他說可是我覺得你的很多方面 讓我覺得沒有安全感 對 後來我就聽到的話 我就把工作給吃掉 吃掉工作 我還不是找到工作才吃工作 我是吃到工作開始就失業了 那時候我就開始一直在做一些那種零食工 比如說兩點多去賣海參 然後早上起來送羊奶 然後中午的時候還去做OA辦公家具 到了晚上的時候還去送便當 我這樣過了快三四個月的時候 我就說不行了 我說是不是你給我一個這樣子的資訊之後 你讓我現在活得更痛苦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職業 一直到後來遇到碰國 遇到碰國之後他叫我去當他的助理 他整個人就過來說 你這個好 你去跟在碰國旁邊我覺得會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利多 我說為什麼你看到什麼東西 至少你在他的身邊 你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 你也不需要每天去外面開車 讓我擔心你在外面跟人家發生什麼 這種事故 所以從那個時候 然後再遇到碰國之後 我整個人的那種人生觀整個大變 那也是因為碰國關係 我才請碰國去我老婆他們兩家去提親 去提親的時候 因為我是碰國的助理 那我岳母就問碰國說 碰國的就是我的名字 碰國在你那邊做什麼 因為我只是一個助理而已 碰國說 你碰國在我那邊當經理 一個經理跟助理差很多 我岳母就好開心 喔 經理喔 不錯 那公司就有兩個人 一個就碰國一個就是我 一個經理一個員工 對 公司長跟經理 只有這兩個人 然後才答應說把他女人講給我 碰國好實在喔 只講經理 對 就只講經理兩個字 應該講總經理 對啊 然後後來我們就結論了之後 哇 整個運勢開始慢慢的 那時候可能是因為就是他講的說 人家說有的時候你會跟著人 某個人在走的時候 你會跟著他發光 因為那時候鐵絲運龍好紅 很紅 我在旁邊光就是有一些小角色啊 這樣賺一個月也可以賺很多錢 一直到後來鐵絲運龍比較 稍微有一點那種沒落的時候 順哥又成立一個石頭家族 對 那我有根據順哥那邊 然後用一個洪教授 等到洪教授的時候呢 偉忠哥他又想說要弄一個全民亂獎 從全民亂獎 就是我第二個女兒開始出生之後 不得了 一飛沖天 然後就是到現在這樣 對啊 所以我又跟我老婆講說 你看看 當我們在買第一棟房子的時候 他就說 他就很感性地講說 當初我的眼光真的沒有看錯 如果你還在開貨運車的話 你大概現在全身痠痛了 還是有很多那種病出來 對啊 所以我真的 因為我老婆真的是最標準的那種旺夫人 真的 哇 感動耶 對啊 王中平呢 我 像剛才老師講的 就是我其實31歲以前 我們是29歲結婚了嘛 剛結婚的時候就是 忽然間好像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我們本來是想說 因為我們結婚的時候就有小孩了 想說呢 那拿那個賀禮啊 禮金的話 至少可能還可以 給小孩子啊 給老婆補點營養啊 給小孩子買一些東西啊 結果那個 後來算一算之後 那個婚禮就賠了一百多萬 對 婚禮怎麼會有人賠錢的 我很少聽到人家結婚會賠錢的 是 因為我們那一時候在圓山請了80桌 然後有65桌是恆春的親友 就 不是啦 那個是我們自己的規劃啦 自己的那個 對 然後就是 後來呢就是 接二連三就接到很多的 不好的消息了 就說 家裡什麼樣的 然後有欠什麼錢 有什麼會 然後就變成說 因為我們就 就 就 人家比較容易找到我們 那我們就 就被告知了這些事情 那 就開始處理這些了 然後 還有就是像 本來已經 戲喔 都已經去訂裝好了 都拍好照了 然後 我就在那邊等著通告的時候 欸 戲怎麼已經開了 已經報紙上看到開拍的消息了 欸 那我在想 是不是在等 還在等 結果後來過一陣子就 欸 那個早日就別人演了 然後連廣告啦 廣告就是 價錢也談好了 然後 嗯 好像 感覺都還不錯 那對方也同意了 就是差簽約 然後 就後來 哥哥一陣子又沒有聯絡了 然後過一陣子 欸 看到播出了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然後 那時候 那個浩然她 她 我就想說 因為 那時候她還 懷孕嘛 沒有什麼那個 然後 我們就想說 你看她養個寵物啦 養兔子 兔子就養不活 然後 養狗呢 狗在我們家水土不服 後來不忍心送給人家 去人家家裡 活得很好 很活潑 很開心 然後我就想說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要 那 那個家裡放一點那個有水的東西 看會不會帶財啦 或怎麼樣 然後就 然後 放了一個魚缸 已經都死掉了 養了 然後我就想說 養最潤命的 養烏龜 對 最長壽的 對 烏龜也死了 很可能 真的 你不要再害那些寵物了 真的 你都沒有在顧是不是 真的有在顧 你房子有卡到喔 我跟你講 因為那隻烏龜了 我真的很怕牠也死了 所以 我生不死就去 尋看牠有沒有那個麵包 有沒有食物吃 然後 後來 後來狀況呢 又去住了一個房子 然後我們剛住的時候 還好喔 後面還可以看得到 景觀有山 結果我們去住了沒多久之後 後面開始那個挖土機來了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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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蓋起來 蓋了一棟好高的房子 就都蓋住了 然後就覺得 我那時候心不在想說 到底是老婆代曬 還是 還是我代曬呢 是你有懷疑過老婆是代曬的 真的嗎 那個時候心裡面就在想說 就是 就是我結婚前 雖然 不是很怎樣 但是至少 工作都很順遂啦 就很順利的 有唱片公司 然後有出片了 然後出片也都一直很順利 然後也一直這樣子出的 順順的 結果沒想到 怎麼結完婚之後 就遇到了這些事情 美人姐 我可以講幾句話嗎 可以 她剛剛講的觀眾朋友 好像認為我代曬 但我一定要澄清 她結婚後那半年 所有的債務 都是男方家的事情 都跟女人 我沒有關係 結婚第三個月 我們就全部回娘家住 一住住了六年 等於就是說 娘家那時候照顧我們 而且六年後 我們還清了所有債務 所以其實不是我代曬 是她本來命中 她在那個時候 她家裡就出現這些狀況 要不是你陪她撐過去 要不是我 對 是啊 對 這個 所以事後呢 我剛剛在講的是 當年曾經有過 一閃而過的感覺 但是呢 是經過了這麼十幾年來的 再回過頭去看 世蘭妳是有旺夫 這個許姬老師可以用這個 好像天干地支來看他們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圖板 天干合婚 那個請問王先生妳哪一年生 我是五十六年 六 好 妳六 六 那妳老婆呢 六十一 一 妳老婆忘妳妳有沒有看到 六跟一 看到沒 但是用五行來講 其實妳也忘妳老婆 妳帶土 妳老婆帶金 土生金 你們這個夫妻是結配 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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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配太好了 等一下余皓然小姐 請來這邊坐一下 忘了給我去坐一下 OK 這個不能只講說是老婆忘妳 其實妳也忘她 對 因為妳賺錢的人力還是比她 可能應該比她強 對 看妳的相貌 OK 所以這個是互相 是 所以如果是尾數是六的 她最適合跟尾數是一 一跟五 跟五的人 如果她生小孩是一跟五 那這小孩就真的可以忘他們了 小孩也 我兒子85年的 真的 有耶 85年的 對 很棒耶 這個小孩生了以後她就會轉變 對 對 生小孩之後 因為那時候生完我兒子 她就接了親戚不計較 妳看 對 對 對 OK 那個時候真的要生她的時候 我自己也壓力很大 因為其實本來也知道家裡有這個問題 然後 妳那個當歌手 妳就是結婚之後其實 就忽然間那個 因為有了八點檔 那就是有穩定收入耶 那個差很多 妳就心裡頭知道 然後小孩帶便當的來 是啦 對不對 一生完就接到戲 這絕對是 而且那部戲演了三千多集 哇妳咧 有了好多年耶 削翻了 對啊 錢都到那裡去了 削海了 都還掉了 還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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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就是 納豆是尾數是幾 零 零 納豆尾數是零 所以妳將來就要找 一跟五的 那如果是 一生小孩或五 最多都是數量 就是小孩也是 對 現在是104年 你明年 你明年 好明年 105年就要生喔 不然妳就要等到 111年了 好多一家 看完了中品歌 我們接下來看 Van跟小可的天干合婚 他們會是互補的關係 還是互害呢 妳老婆是一嘛 對 我是一 對 一無期 就畫技的東西 不好的磁場 對 妳先生剛好是 最好的磁場 八 來把妳補掉 就是她補到她 就是她忘我 也不是說她忘 就是說 她 互相 兩個人接觸上 互補 對 互補 非常強烈的互補 所以你們兩個 非常強烈 你們兩個在一起 會莫名的那個吸引力 特別的 最強 老實說我雞皮革繞起來了 真的 真的有這種感覺 因為 Ben是一個想法非常的 嚴肅 然後一板一眼 然後他所有 老實說他想法很負面 但是可能是因為我媽媽過世得很早 所以我很多思想會覺得 就是就這樣了 人生走到最底端也就這樣了 然後我會覺得你什麼事情 不要那麼的負面去想 慢慢溝通之後 他就會 改觀 然後我很容易相信人 我超容易相信別人的 但他會跟我講一些 應該要對人家好 跟你要保護自己的方式 後來我就學到怎麼樣來 保護自己多一點 然後同時也可以交到好朋友 我請問你一個問題 是 你小孩子是三出生的 對 那出生以後 你老公的事業有沒有轉好 有 開始有接戲了 這個真的騙不了 才剛出生 才剛出生五個月而已 對 才剛出生五個月 有接到戲嗎 之前都有邀約 但是都不敢接 但是這一部就真的接了 對 而且 真的接一下 然後也是 真的 又是三千級的 又是長壽級 又六年收集 對 所以真的是有望 不愁吃不愁穿 對啊 OK 回家奶粉要升級 會 是不是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生肖的契合度 生肖 湯老師 其實夫妻的生肖 剛剛學老師叫天肝 對不對 天肝就是五合 有情的合 那生肖的話 其實有分三合六合 等等的 那其實如果說以屬老鼠的話呢 就是跟牛 龍 還有猴 那現場的話 屬老鼠的話 就是有那個浩嵐姐嘛 對 那中平哥好像是屬羊 其實呢 屬跟羊是相害的 對 因為我看農民力 他都說老鼠跟羊是不合的 但是這個不合呢 不代表是你們兩個 有時候是因為長輩的關係 害呢 代表被破壞 被介入的意思 它在八字學來講的話呢 害就是一個破壞 所以有時候因為長輩的關係 爭吵不休 不一定是你們自己的理念 是一個第三者的介入 我覺得這個 這個可以被挑戰 因為太多合的都離婚的呀 對 剛剛也有要搭配一下 像例如說徐老師的天干嘛 因為我們講說相不單論嘛 所以呢 生肖其實要參考 那其實呢 現場的話 例如說像那個 阿Ben跟那個小可的話呢 其實兩個都是土的生肖 一個是羊 一個是狗 那羊土土來衝的話呢 就是確實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就是觀念會被衝擊 因為土跟土碰在一起的時候呢 其實呢每個人都有執著的一點 然後呢都很極端 所以這是一個不合的地方 好 那剛剛講小孩出生之後 是否更帶財帶好運 那我覺得這個 有時候對小孩不公平 因為他要出生也不是他選擇的 對 這壓力太大了 所以如果他剛好不是出生在會 忘你的那個年份啊 我覺得你要更努力好好做父母 對不對 對 今生所有的相逢 都不是初見面 叫久別重逢 真的 你們已經累世好幾世了 對不對 所以無論如何一定要把做父母的功課做完 我是這樣認為 我是很擔心有些人很迷信 經常古獸不是有那種說 這個很多秘密是說這相剋 就把小孩丟出去 一般就是從小就是不同這個 我真的覺得腦袋壞掉了 對 不關小孩子的事 關小孩的事嘛 對不對 你反而要把它做好 對不對 這個是來考驗你的 你真的要把功課做好 對 那我想問一下 女兒出生的時候 聽說你買了一塊黃金地 女兒出生的時候 因為她那個時候 帶我常常就會開車到處去繞 然後我們繞過 那時候在那個金湖路 利虎公園那邊 都是草 然後我老公就帶我繞過去 然後我就跟他說 老公那邊好像有貼的在繞 他已經開車開走了 他聽到我的話 他又再繞回來 結果我們就看到了一塊很好的地 貼的繞 然後我就跟他講 結果我們後來一個半個月內 就跟羅哥啊 就好幾個人 我們就買下了那塊地 對 而且我們那時候買的時候價錢還 還沒有開始漲 多少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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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現在 不止啦 快要三倍 對啊 快要三倍 對啊 這也是很厲害 那你生完孩子真的有改善人際關係嗎 阿Ben 有 因為我覺得 因為之前跟家裡的關係 一直都不是那麼的親 因為我是單親家庭 跟你爸爸對不對 對 跟爸爸那邊 那其實跟媽媽那邊也是一樣 因為媽媽住高雄 那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就很少下去南部看家裡的 那反而是跟小可交往之後 然後 家裡人就 一天到晚call我回家 那你要不要回來 回來做做 那順便帶小可回來 我們大家可以聊一聊 多認識一下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跟爸爸的關係也變得很親 然後跟媽媽也是一樣 反而是透過小可 對 關係才變得比較親 然後脾氣方面也是一樣 像 有了小孩子之後 那時候我們都覺得說 養小孩可能會花很多錢 那所以我們兩個就 有一陣子還蠻拼命的在接通告 在存錢 然後後來 就有一些長輩在講說 不用擔心 小朋友自己會帶財 就像剛剛美人姐講的這樣 對 結果後來這時候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多擔心 因為小朋友出生之後 她的所有的衣服跟帽子 那些衣物 我的姐姐 就是白開水的姑姑 都已經幫她全部買好了 一毛錢都不用花 然後也有一些贊助的衣服 會寄來家裡給她穿這樣子 對 然後反而因為這樣 我們存了錢 然後生了白開水之後 就換了一部休旅車 那一家人坐起來比較舒服這樣子 對 很棒 我覺得小朋友給我們的望 應該是說 我們自己去改變 因為年輕的時候 像我以前是工作狂 我就覺得我只要工作 然後有愛我的人在 然後我的家人很健康就好了 但是有了小朋友之後 你就會覺得 小朋友給我們的成就感 可以遠超乎過當父母的成就 然後那時候你才會珍惜這個小孩 可是你相對的會把這份珍惜的愛 投射到我的爸爸媽媽身上 跟我老公的爸爸媽媽身上 因為他以前跟爸爸是不太聯繫的 就是我公公 可是我會覺得說 你現在有小孩了 你當了爸爸 你更要體認一下 公公是怎麼樣當爸爸的心情 對 然後那個時候他才就是去想到這一點 那個線才會被拉起來 因為我一直 因為我們家很近 我們家是那種 就是長幼不分的啦 只要是大家感情很好 什麼都可以講 但Ben他們家是長幼有序 而且有序到 長幼有距離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然後有了小朋友之後 Ben才慢慢覺得說 原來跟最親的小孩 跟父母親相處 是必須要這麼的坦蕩蕩的 你面對的是一個 你沒有辦法選擇的一個生命 然後我常常跟他講 我就說 兒子跟爸爸很奇怪 因為一輩子你跟這個男人最好 可是你也最討厭這個男人 然後那個關係很奇妙 然後他就是在那個時候 他才有就是深刻感覺到 然後慢慢跟爸爸感情 真的越來越好 真的 OK 這就是旺啊 對不對 對 讓關係變好 OK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也有小孩帶財帶好運的生肖 對啊 其實我們剛剛有介紹 三合跟六合的概念 那其實如果說你要真的 我們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貴人爵 對 如果說你可以在出生年 例如說看父母的出生年 假設你是六十年四 七十年四 出生民國尾數是零的話 那你的貴人呢 你跟要生什麼樣的生肖會比較好呢 就是生肖 屬虎 屬馬還有屬狗的小朋友 他會更待望這個運勢 因為這個貴人爵表示說呢 在這個年領著尾數是零 在這些年出生的小朋友呢 其實小孩自己都有帶兩草 所以不用擔心小孩會養不起 他自己會平安地長大 那我們來看養年 我們往下翻看一下 楊年是什麼人要生 因為現在是楊年嘛 對不對 明年齁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一跟二的話呢 就是兔跟蛇 好 再往下 那尾數呢是三七九的話呢 你可以生牛跟羊的 特別的代運喔 所以今年楊年對不對 對 像淑華姐的話是尾數是七嘛 那七的話呢 女兒兒子就是屬牛的 所以說小孩出生之後呢 都會特別的代運 像洪哥的話呢 小孩有屬牛 就會特別的旺父母喔 好來看一下呢 尾數如果是四跟八的話呢 就是屬猴老鼠 還有龍的朋友喔 龍鼠龍 唉呀真不好意思 我們家還有兩隻龍 兩隻 太好了 大旺 所以呢選個大旺喔 大旺大旺 就是像那個亞蘭姐跟昌明哥喔 其實昌明哥呢尾數是八 對 然後呢 那個亞蘭姐是屬龍 對 所以呢其實這個也可以這樣應對喔 應對夫妻 所以昌明哥取到你 確實大旺喔 然後呢 還有就是 亞蘭姐的尾數是五 那我如果叫屬龍的也可以 對 可以 屬老鼠的就算了 可以 你叫王或是生死 都可以 屬猴的 都旺 我跟屬猴的也合對不對 對 因為我媽屬猴 我跟屬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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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跟屬猴還滿合的耶 對啊 其實只要跟貴人生肖在一起 那不然哪有人去下位一個月丟給我一個人 對啊 而且回來還可以繼續主持 對不對 哪有這種事 你不想你不在的時候 多少人搶你的位子搶不走 對啊 聽說 好 再來 太好了 所以跟合的在一起呢 磁場都會特別好 對 那5跟6的話呢 就是豬跟雞 豬跟雞 那像妍姐的話呢 生到小孩屬雞的 對 我兒子是屬雞 我生我女兒的時候 我女兒六個月的時候 我們全家接到生平的第一支廣告 然後拍完之後 隔年我兒子出生 出生完之後的一年多快兩年 我又接到生平第二支廣告 都是全家人的 對 對 對 互相效力 我懷了兩支龍的時候 就開始接廣告了 對啊 接到現在 對啊 沒停過 也停了兩年 但我最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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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有難有差 所以呢 可以僅供參考 但是呢 確實磁場還是會有影響的 對 好 問一下徐老師 新年新氣象 風生水起 好運來 這是我們非常想要知道的 對不對 對 先看一下納豆來年的運勢怎麼樣 還要繼續跟他合作嗎 應該 徐老師好好講 好 開生效 炳 最好的連 出生的連 是炳連跟任連 就是民國尾數五跟一的 五跟一 一跟五的 所以比如說 五五六五七五八五 對不對 然後什麼四一五一 沒關係 等一下我會解釋一下 我等一下馬上當場試給你看 第二個 第二個 要謹慎 第二個 要謹慎一點 這些人 明年都在轉好 可是要轉好之前 要謹慎一點 不要把自己 步伐踏錯了 真的嗎 我是以 以每年來講 我是以 每年去年 就2014年 假年不好 但是明年你要轉好 但轉好 步伐要穩 步伐不要踩錯 只要不踩錯 明年後年 大後年這三年 一個非常好的 哇 姐姐 好 好 我現在再講一下 旺旺旺 我就知道這樣的下巴 絕對不會孤附 不要去太孤附 不要去打 你聽我講 我用你講 2014年是假年 你不好的 但是偏偏2014年的 農曆十業 乙業 十一業 丙業 十二業 丁業 它是連續的好 所以你可以感覺 前九個月還有任業 十個月你不好 可是從十業開始 越來越好 這個留業跟留年 跟大現在走的十年 都一樣 真的耶 我那個 五六廣告 就是那十月 農曆十月 開始拍的 對 哇塞 然後那個導演說 你怎麼可以氣色那麼好 我說我也不知道 明年最要小心一點的 假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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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誰 三七 三光七 望年耶 其實我講 小心一點 就是說 因為它逢到了 應該兩局化 它有不好的進來 可是它 由不好 完全不好 會轉為好 所以它兩局化 它特別小心 就可能轉不好 不要自己 對 我講一個很坦白講 郭台銘 去年假年 就2014 它更年生 它一樣不好的 它偏不了人的 明年它還是要小心 但明年它可以轉好 馬英九也是更年 馬英九也不好 你看 很特別的更年 沒有好的 因為縫到假 這天干 那我還是不懂 謹慎 要謹慎跟特別小心的不同 特別的人就是說 它是兩局化 不好的 所以它會整個摘下去 就是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老師 那零跟八沒有耶 沒有的 它們一般平平 平平平平 時間上很簡單 時間人不是男生就是女生 對 不是高就是矮 不是胖就是瘦 時間上的人就分兩種 不是今年不錯 就是今年差 這其實很簡單分的 了解 這下就是運勢平平的 沒有在這裡面就是運勢平平的 他們今年的好運過 一二三四五六七 也才三個 不相信你看我在這裡議員 每年 每年明年的六月以後 農曆六月以後 你可以看它完全發展的 比現在好太多了 農曆六月 現在已經這麼好了 美人姐幫我簽名 什麼節目 你要做下去 把好笑 美人姐我要簽名 六月 泰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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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的下半年非常好的 你剛才講說 本來要接的廣告沒接到 你知道我最慘的時候 是已經拍完了 陰聲聲叫我退錢 然後我說 退錢 我說我又沒有違反善良風俗 他說 我說我是被家暴耶 我婚變是我願意的嗎 叫你退錢 退錢啊 太誇張了 我說沒關係 那我把這個錢 我捐給公益團體 用你們的名義捐 我覺得退錢我很丟臉 請問你是哪一年 就是前年 前年 然後呢 我的意思說 我用你一樣這個錢 我就捐給一個公益團體 那我覺得用這樣 然後用你們的名義 你們這個品牌的名義捐 我一樣是退的意思 可是我覺得這樣我舒服一點 對 我不是退錢 你知道 講到這裡我都想 苦了 沒關係 過了 農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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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樣就覺得說 不管你現在是好運還是壞運 對不對 你都要相信自己 然後呢 不要放棄自己 對不對 我覺得那真的是 現在回來改變得更好了 因為我真的突然想到那個時候 要退廣告費 我知道 哇 那真的是 那個太傷了 太傷了 這個太傷了 但是 所以為什麼那個 氣密窗叫我 叫我拍 要再跟我續約啊 多少錢我都說 你說多少錢我就多少錢 因為在我最差的時候 就挺你 他是挺我的 對 還在過 所以 可是我們也很擔心 要謹慎我們就會 因為有些要去運 還是要 都會很小 有在掙扎期 那2015年的生肖運勢呢 我們請 最旺的 對 風水輪流轉 好壞運造輪 其實呢 2015年呢 生肖旺的前三名 得獎也不要太開心 沒有得獎的話呢 也不要太失落 幹嘛這樣 我們準備開心 你幹嘛 不要太失落 不要太失落 得獎 不准開心 不能開心 不能開心 得獎的意思就是說 遮住我 不要太失落 不要太失落 一定要開心啊 這一段解釣好了嗎 得獎的話呢 開心可能不要太過開心 因為驕傲的話呢 反而會喪失這個好運 對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好運的前三名 第三名的話呢 就是生肖屬馬的朋友 因為呢 生肖屬馬 因為去年犯太歲 他們剛好犯太歲 對 在新的一年呢 還有一個太陽星 太陽星呢 代表太陽當頭座 表示說呢 一個光明燈照亮著你 很多時候呢 例如說像阿基斯啊 他也是屬馬的朋友 也是 然後九把道也是屬馬 那其實呢 犯太歲的那一年呢 我們講說就是低調 因為我們講 過去那一個年是 我離婚那一年也是犯太歲 對 因為 好慘喔 太歲也太蠢了 對 因為太歲當頭座 無喜恐有貨 但新的一年呢 有一個太陽星 太陽這顆星呢 是利男不利女喔 所以呢 生肖屬馬的男生呢 會更好 所以呢 新的一年呢 你的事業會有進展 然後升官加薪呢 都等著你喔 那女生的話呢 相對還是老陸了一點喔 好 來看一下 第二名旺的生肖是 屬兔的朋友 哇 恭喜喔 因為三合好年喔 可以開拓新局 哇 三合的意思就是說呢 你的事業 錢財 愛情 桃花 都可以在新的一年 豐收 開花 鐵國的意思 所以生肖屬兔的朋友呢 非常的恭喜喔 好 那第一名最旺的話呢 就是去年正宗太歲的老鼠 鼠 叫你不要高興 叫你不要高興 不能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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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美姐你看 我兩邊都有 我那邊六十一的也是旺年 對 然後你就叔叔 又叔叔 哇 鍾萍哥哥 叔叔的都是 都六一的 都六一的 叔叔都六一 鍾萍哥真的是新的一年 一定要聽沒嘴大嘴 對 愛沒嘴 而且呢 家裡好像小孩子也是屬老鼠跟馬 都有上去 所以代表說呢 小孩子新的一年會幫你們帶出來 沒有 在向前中 光看中平兄 她可以旺到五十八歲的 哇 五十八歲 所以非常恭喜浩蘭姐 其實呢 因為屬老鼠的話呢 其實呢你很旺 但是因為去年太歲的關係呢 還有一些麻煩的事情呢 還沒有處理完 對 所以在新的一年呢 還是要居安思維啦 才可以讓你的好運氣長存下去喔 不要得意忘形 對 不能得意忘形 不會有不好的吧 有 不好的 有有不好的 不要講啦 不要啦 我不要 心靈心氣象 不要太開心 不好的不要太傷心 太傷心 怎麼可能不傷心 我有點擔心 其實呢 不好都有得緊 其實呢 心存感恩的心 都可以 不要寫示 好 第三名慘的就是 蛇的 喔 喔 我是蛇 我是蛇 趕快第二名 沒有 新的一年不要這樣弄 我是蛇耶 因為 屬蛇的呢 去年呢 是太陽星嘛 我跟你講太陽星呢 是歷男不歷女嘛 今年的話呢 屬蛇因為有個血光之星喔 什麼意思呢 這個血光之災呢 表示就是說你過去成績的壓力呢 到今年還要慢慢的消化 而且怕容易晃神、放空等等的一些情緒會影響到你 所以有時候開車或是走路騎車都要特別小心 這個血光的問題 所以其實鼠蛇也像老師剛剛講的 如果說剛剛你的年事有上榜的話 例如說丁年生的蛇 那你就是要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還是沒有不勞而獲的好運 但是你要轉好了 因為其實鼠蛇的朋友 因為去年太陽 女生的話我覺得在2015年會更好 男生的話就要謹記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好 那第二個慘的呢就是 屬羊的朋友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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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激動 你做中間裡 我們兩個包子 羊沒土氣啊 哇塞 羊沒有土氣 羊沒有土氣 太歲 屬羊的太歲啊 對 太歲 太歲當頭 鼠喜恐有禍嘛 所以剛剛鍾萍哥也不用擔心 家裡的那個老婆啊 小孩都是前三名的 所以新的一年多疼愛小孩呢 就對了 什麼都要聽老婆的 抱抱老婆 今天不要找麻煩就對了 對 其實太歲當頭的意思就是說呢 其實在那一年呢 你會發現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都會找上你 原本不是你的事情都會在這個 今年呢 業力現前啦 很多的果報都會在今年 所以呢 你要低調安分熟悉 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不要去亂投資 因為新的投資呢 都會對你很不利喔 好那說到不要亂投資呢 第一名喔 就是更慘的 沒有 沒有 屬牛的朋友 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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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喔 沒有 沒有 你狠啊 我從來沒太怕過 連那個看榜單都沒有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怎麼那麼害怕喔 這這一年三百九十五年的 五十天的運勢欸 好可怕喔 真的 因為十五年的話是正衝太歲 有一個大號星呢 就大破產的意思 所以呢 如果新的一年呢 我覺得你要多做慈善啦 其實呢這三個生肖呢 在2015年呢 都是菩薩 菩薩的心腸 因為幫大家 十二生肖呢 其他的生肖黨災的意思 所以呢 這三個生肖呢 我們應該多給他鼓勵一下喔 屬牛的話呢 記得投資理財 大號星方面呢 一定要記得 不要亂投資 因為容易被詐騙 還有呢 被小人劫財的問題 屬牛的朋友 在財運上 會比較難過一點 OK 那問一下 許老師 2015整體台灣的運勢怎麼樣 這個 有沒有什麼想法 有改變喔 應該 他在想要講多 講多少 沒有啦 看台灣的國運 我們任何人都不能補掛 我們也不能用我們的命盤來看 那麼 看誰主政 以前的皇帝啊 他補掛 是他補 請天籤來解釋 我們現在顛倒了 我們過年到了 我們的廟就要來補掛 所以 常常六十幾個廟補 那你要以誰為主呢 那如果以 你要看台灣國運 你要看日本國運 不能用天皇 要看日本首相 那看台灣國運呢 要看馬英九 馬英九 法令鎖口 台灣運不好的 蛤 蛤 今天 公共的國家機密 法令鎖 法令鎖 哇 八呀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節目立場 對對對 如友如同純屬巧合 好 趕快 太巧了 所以要自求多福 對不對 好 是的 是的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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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好不好 哇塞 我們的資產 打烈 打烈 我們 收睇 打烈 我們 的 我們 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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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烈